客觀環境證據去做綜合的判斷 就一個理性的判斷 按照我們所適用的證明度標準 最後大概都是依照舉證責任的分配下判決 這個是我在上一次 質詢軍港會的時候 我特別請你們回去 要把現在的司法實務見解 收集清楚的就是 針對當這件事情發生爭議的時候 我們目前司法實務上 舉證責任的分配 以及所適用的證明度標準是什麼 以及在這樣子的標準下 最後法院所呈現出來的裁判趨勢是什麼 這個對於本會在決定說 要不要在剛剛所有老師發言 我們已經比較穩固的前兩個問題的基礎上面 針對特定類型的天災去開一個例外 有非常非常重要指引的功能 那所以今天我在金管會所提出來的書面報告當中 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那是不是可以請金管會的同仁如果可以的話 在我們進行主條審查之前 然後能夠提供這些資料 當然你要我做也可以啦 不過我現在比較忙一點啦 不過如果主席有財事的話 我來做也OK啦 不過身份上面會有一點錯亂啦 就我一方面要立法 一方面還要去整理這些裁判資料出來 如果是金管會這邊有一些比較客觀的 整個分析資料出來 我相信對整個下個階段的立法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因為就如同剛剛汪信君老師所講的 在一個天災的事故發生以後 我們發現有小朋友很不幸的罹難了 那他到底是怎麼罹難的 那有的時候這些過去客觀歷史事實的追尋 從我們目前的科技發展跟人力有限的角度 都會產生困難 而在法院司法裁判的實務上面 到底是採取什麼態度 對這個道德風險的大小 會產生相當關鍵性的影響 那再次感謝今天所有與會的學者專家 那特別是我自己的老師 過去的同僚 那感謝到本委員會當中 提出這麼精闢深入的分析跟建議 謝謝 感謝黃委員國昌的發言 那我們請金管會 這個資料不應該由黃委員來準備 我們請金管會 依黃委員的要求在準備 而且在兩週內提出資料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你們要做的 好 我們接下來 我們請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的 羅俊偉 羅老師 羅副教授 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羅勤偉 我現在在中正大學法律系服務 我現在在中正大學法律系服務 那麼剛才就是